昨天特首李家超宣布 把海外抵港的酒店隔离日数 由原本7天的酒店隔离 缩减至3加4 即是将来三天酒店和4天家居隔离 国泰航空昨天早段升过3% 高位见过8.7号7 接近一个月高位 之后收市时升势放缓 另外东营油6882 大升1乘4 同时看到有大成交配合 昨天看电视新闻 访问了东营油的老板 也说到希望缩减隔离日数之后 其实希望看到香港多些家庭 暑假去日本旅行 并且在开学之前完成隔离 两只股份都受到消息大动刺激 向上 不过看到下午升幅就收窄 你觉得这个消息 其实在股价上反映得七七八八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 因为事实上不是完全不用隔离 刚才这样计算的时候 其实跟七日隔离都分别不大 只不过安排来说 就是不同的地点方面的状况 所以以香港来说 生活节奏比较急促 到底有多少人去完旅行之后 都这么奢侈觉得我留七日在家 都是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有一个疑问 所以除非可能进一步 有一个缩短的观察期状况 可能由现在的七日 缩减到三日或者四日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旅游业的提振性 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东营游可以留意 昨天是收在五号七 如果今天可以站稳在六号纸以上的时候 才确认有力去再上 如果不是的话 不能够站稳在六号纸或以上 都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偏向在五号二到五号八之间 有一个整固的状况 是 这个板块其实大家都会留意 不过就是每逢炒消息预期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上升 好了 现在由七日放宽到三加四 其实就是由六月数到现在 大概一个多至两个月左右 就有一个放宽 可不可以预期去到大概10月底11月 香港接下来就很想举办一些金融论坛 或者是有一些体育赛事 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真是很心疑这两个板块 去到大概10月那段时间 再留意又是否值得 我想就需要留意股价方面的状况 譬如今个月来说 股价的低位就是四号七的位置 另外之前的低位就是五月 五月的时间的时候 亦都是在四号七这些位置 所以大体上可以预计 譬如是四号八到五号指之间 这些位置吸纳了 再等它有新来论的好消息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现在五号七这些位置的时候 防守性就比较弱 变了要有些耐性 等会回调的时候才行动 好 就会儿 No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